小黄住在杭州渔航区书新路一幢单身公寓里 他向记者展示了购买记录 这双巴黎世家休闲鞋是两年前花5513元买的 现在只剩下左脚翼之鞋了 小黄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 2月11号他在美团上这家 一卫式干洗杭州店下单付了79元 一双巴黎世家的鞋 然后加一件羽绒服 对方委托顺风上面去见 小黄说把那双鞋子和羽绒服送回来的是京东快递 物流页面显示 2月16号晚上8点56分 快递已经到达杭州东周集货分检中心 2月17号早上7点31分 快递已到达杭州科技营业部 当天上午9点14分 快递已由客户指定地点代收 快递员因为他就直接放在门口了 然后我马上就下来拿了 就发现那个箱子是破损的 然后我也马上给快递员打电话 我确认快递员告诉我 他说他收到就是这样 箱子里边有少什么东西吗 一双鞋丢了一只 然后羽绒服这边也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那个扣子给我弄掉了 小黄给送间的快递员打了电话 手机一直没人接听 记者注意到 小黄收到的这个快递纸箱 上面有明显破损和透明胶带粘贴的情况 小黄说2月17号 他向一卫式干洗杭州店反映情况后 当天有客服人员来加微信 聊天记录显示 客服人员回复 快递说赔6倍快递费 您别着急 我把这个情况向上反馈了 看最终结果怎么样 打包寄出两只鞋子都在 根据客服人员发来的手机视频 在打包寄出之前 两只鞋子都在 我这个鞋子如果少了一只 基本上就属于报废掉了 一个羽绒服的话 那个小问题 我倒是觉得问题不大 我买的是5513 赔偿折旧的话 4k左右吧 您昨天我催的时候 他就说那个 他升级了 那个快递升级了 然后那个专员的话 就是备注给您致电啊 你们这边的解决方案是怎样的 那最终我肯定只能找你们呀 客户认为 不管快递公司的方案 能不能让他满意 他的这个索赔金额 都是要向你们来提出的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 咱们呢 也不是在咱们的前线内 但是我可以尽力的 把您下上反馈这个问题 记者找到京东快递 杭州科技营业部 工作人员表示 不能接受采访 后来京东物流全国客服 是这样回应的 我们这边一些 专员的话呢 会去核死 就是说 这个的话呢 那么按照公司规定来讲 像现在这位收件人 这样的情况啊 他应该能得到 什么样的赔付呢 我们相关的同事 会跟您去学商处理赔付的 我从寄过去到社会来 这个服务合同 是跟一位市这边 在建立的 对 然后一位市这边 它并没有 就完全的旅行好 我这个服务流程 然后所以 我是肯定是找一位市 这边来维权的 小黄认为 他的损失应该由 一位市干洗方面来赔偿 对此 一位市干洗 全国客服 也做出了回应 工厂这边回复 是工厂这边的话 订单都是完整的 然后可能的话 是快递这边 在运失过程中 丢失了 然后这边的话 请再联系京东这边的话 叫一下监控 京东快递 其实也是你们委托的嘛 那我只能找你们嘛 对 是这个意思吧 你们这个东西 大概多久能给我解决呢 我们这边的话 也正在这边更进中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